现在就站起来之前 那我们先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好吗 我们为我们能够有一个非识的时间 又快到了除了复活节 除了受难节 或者是我们的春天已经来到 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 在这个快速的时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主的同行 以致我们的生命有主的帮助 能够有主给我们的满足的喜乐 愿意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继续来仰望主 承认你是主 有人愿意顺服主 今天早晨 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 继续的交战主的手中 求告圣灵来与我们同行 像你过去信实的跟这些诗歌的作者 圣经的作者同行一样 我们也求告你 让你来与我们同行同在 我们这样的感恩仰望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来唱这些诗歌 我们第一首诗歌是叫做千古宝藏 前面的这几首诗歌都是比较大声的 那大声的意思就是做运动都要有一些软身 那这些诗歌呢 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唱一些音域不同的歌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的预备 嘴巴开大千古宝藏第八十首 如果你不会唱没关系 你就看词先听再唱 不熟没关系 几次就很 这些诗歌都很容易就上口 我们来试试千古宝藏 请 唱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将来盼望 美与风破四壁烂处 使我喊在包藏 在主宝座护壁指下 身土藏的汗处 我主帮闭门里几打 时常将我保护 爱主只是天地为辟 三川三位汉亭 故事依赖身是无比 直到永世无尽 世间光阴如船不熄 世人瞬间几世 犹如小梦醒世难迷 无福为人说是 恩主使我昔日帮助 恩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墙台盼望 我若欲难求主保护 作我恩财保障 这首诗歌是 上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将来盼望 你要这样唱 不是 上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将来盼望 两个都好 但是第一个的诠释的方式 才能够千古保障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再来一次 如果你刚刚唱的是第二种 你就把它变成是第一种的方式 再来一次 请 唱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将来盼望 美与风破是碧烂处 一样的手 使我帮助 在主保住护壁子下 使我身陀藏的寒处 正徒赖的寒处 在主保住护壁子下 我主保住护壁门里寄打 使护壁子下 伤仓将将我保护 Typically将来盼望 很多手帮为门戏 不知是天地为辟 三川尚未刊定 故事依赖 生事无弊 直到永世无尽 世间光阴 若传不息 世人瞬间即逝 犹如小梦 行事难迷 无负为人说是 安主使我昔日帮助 使我墙台盼望 我若欲难求主保护 做过汉才保障 所以你回家的时候 收到了这些诗歌 你要就开始去听 不用急着唱 你就开始去听 先听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 我们会在课堂里头 再来一些的解释 跟一些的所谓 需要调整的地方 好 那你看一下第199首 这首诗歌叫做《荣美的基督》 或者说我们这首诗歌是《显明的基督》 那你看这个歌诗 那你看这个歌词 看这个歌字和这个曲调 同样对你会有一些的困扰 没关系的 你要有一点的坚持 好吗 我要跟诸位说 如果你是新来的 你发现这些玉啊 是在一个烂的石头的里面 我看不懂这个石头 我对这个没兴趣 你要坚持一下 慢慢大概就会把这个玉 慢慢敲敲敲 这个玉会被你发现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显明的基督》 谢谢 从前我荣美的基督 经常做人看不见 但他曾经有伤失望 满字一列成两片 看曾经有患的人子 看他已经出现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他现在正为你祷告 满字一列成两片 他是神喜悦的孩子 他是满字一列成两片 看曾经有患的人子 看他已经出现现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满字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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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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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看他是大人的主宰 满字一列成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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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场景有欢的烂测 看它已经出现现 我的声音在哪里 口鼓是整个身体里面最硬的一个地方 最硬的一个 所以你唱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会往上跑 就跑到我的头 我的头就是一个喇叭 你的喇叭 你会看过你的喇叭 下来一场 这首歌 常常看景有欢的烂测 看它已经出现现 看它是大人的出彩 看它是大人的出彩 爬上去再滑下来 好吗 就一直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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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唱 再放一次好吗 请 从前我容美的基督 从前我容美的基督 下延下来 这个声音就会往上它 看very 恰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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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子下舅航 采借海子江山 十字家山沙山 哈利路亚贵释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贵释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十字报价仍得上 十字报价仍得上 来试试看这一个细节 十字报价仍得上 十字报价仍得上 在我讲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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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报价仍得上帝 哈利路亚 哈利路 可以呢 如果说这是一个三名字 外面就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来试试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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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释迦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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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之报价仍得上 1、2、5、6 音符全世能能唱得非常漂亮 就是那样子的 跟刚刚唱的前面那个199首诗歌 叫做《显灵的基督》一样的意思 这种优美的地方 你们已经会 你就再回去稍稍练一下 平常不太唱这种的方式 1、2、5、6 这个地方就是练这个 已经有点多了 让你们累了 我们就坐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诗歌 它要带出来的一些的内涵 那前面的这个呢 你唱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热了 有一点点发汗了吗 我有一点发汗 你们都没有发汗 所以我请她开了这风扇 谢谢姐妹 我们看一下第193首 现在呢开始走几首 我手上实际上有五首这个诗歌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空 能够把这个诗歌走一遍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不同的方式的里面 刚刚唱了比较一些激动 和这一些所谓情绪上 声音声调上 跟她的共鸣上 比较需要一些冲击性 现在开始来唱一些比较轻柔的诗歌 请 我听教主说到 你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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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微笑 应当清醒祈祷 应我做你忠抱 祝提我设三罪 债权还清 忽数坠裂无悔心 祝喜碧雪白净 我无家言善心 可皆知得救恩 为主所流宝雪 难惜一切罪恨 祝提我设三罪 债权还清 欲数坠裂无悔心 祝喜碧雪白净 将来身体的数 荣耀赞助面前 我承设三罪 我承认要松仰 祝此就很完全 祝提我设三罪 债权还清 无数坠裂无悔心 祝喜碧雪白净 你们唱得很好听 我把这个歌词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行的地方 我听我主说到 你的什么 然后接着第二节 就是第五行的地方 我无家言善心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这些诗歌的作者 都把自我的形象 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都毁坏掉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困难问题 就是我们多半都不愿意在 人的面前承认我的力量微小 我无家言善心 这个是我们在人前的一种的态度 多半有我的自尊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 你跟主单独成的交往的时候 或者你一个人在交往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力量微小吗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然后我也没有加行美容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来看一下 下面这首诗歌 第77首 它赐更多恩典 能够来看到说 当我在主的面前 我承认我不行的时候 神就会去帮助你这些软弱的 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里头到底谈到的是些什么 你以后再来看 我们看一下第77首 它赐更多恩典 你以后再来看 更多的恨天 当劳苦加深 他的力量加添 更多的爱 更多的慈悲与怜悯 祝此更多平安 当事连来临 祝有丰富此爱 恩典去知不尽 做能力超过世人 所能测度 在基督耶稣里 有无限的风扇 祝供应 常供应 不断的供应 在基督耶稣里 有无限的风扇 开大口 一个点 这个声音的共鸣点 是在一个点上面 所以就会需要有一点点的 确定的亮度 那这个亮度要表达出来的情况 实际上 这一类的诗歌带出来的 是有一些的 你的困扰 你的困扰好像跟你的恩典是 匹配的或不匹配的 但是在这个歌词的当中是 好像我也自有的经历就是 你要有更多的恩典 你可能你的麻烦 你的困扰更大 你知道我说这话的逻辑吗 因为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 而这个劳苦 可能是我制造的 也可能是魔鬼放着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来试探我 也许是神在放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来试探我 因而在这个的当中 在基督人数能有无限的共生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哭 有一点的sorrow 有一点点的sad 有一点点的regret 这个所谓的困扰是 可能你唱给别人听的时候 因为那个听你在唱歌的人 或者你在对神直接的叙述的时候 你发现说 我好像蛮痛苦的 所以它会带出来一点的悲 或者你说我刚刚说到的 你有一点的sorry 或者是regret 会有点遗憾 因为我不应该是这样 什么叫做不应该呢 就是我有很多的劳苦 但我可能不相信 神有更多的恩典 你明白这个观念吗 因为这一类的诗歌 是可以去帮助我们 自己唱给自己听 唱给神听 然后周围的人在你的旁边听得到 就有三层的意思 第一个你要跟自己先要有一个的交代 这个交代来是 我没办法处理这个事 所以第二个你就唱给神听说 你来帮助我 当你走过这样子的难处的时候 你就会到了第三个的情况的里面 你可以跟别人去讲说 第二段第二节的歌词 当日落之前 所有力量已失 当人生的道路走到无求 没办法的时候 我仍然相信 天父仍不断地供应他的意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首诗歌 第47首 耶稣是否仍然看过 你可以坐着 你可以听着 你也可以来唱 随便你自己的选择 耶稣是否仍然看过我 但我心中充满痛苦 前途满经济 魔鬼来攻击 主耶稣是否仍看过 他必看过 他必看过 因他痛情或痛苦 白昼水又痛苦 不恨也觉知初 但救主的看过 耶稣是否仍然看过我 有时黑云满天密布 当我心中充满痛苦 当我心中充满了苦中 主耶稣是否仍看过 他必看过 他必看过 因他痛情或痛苦 白昔他必见 Loc 我不幸中充满天 milli entropy rock 悟strom 剑 decreased libro 是昆云满天将帝 这些最树呢 代表 按白洗光轮就是厳寡创 主耶稣是否仍然看过我 当我难生死他来临 我心情忧伤痛苦难承担 当黑夜我泪流满尽 他必堪苦 他必堪苦 因他痛情或痛苦 白昼生有痛苦 黑夜觉起初 但救主必康顾 耶稣是否仍然康顾我 当情人将离我去 我心事已醉 安慰去遭遂 忧伤心碎使他痊愈 他必堪苦 他必堪苦 因他痛情或痛苦 白昼生有痛苦 黑夜觉起初 但救主必堪苦 我心情愈不惹 我心情愈不惹 两首诗歌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会对我们有不同的反应 试着也去唱一唱 多听一听 然后慢慢这些诗歌 就会变成我们 跟神之间的一个主观的 就是你有一种 很深刻的一种的印象的回应 因为这个里面 所写的这些的歌词 譬如说第四节 耶稣最后的倒数二行 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 当亲人将离我而去 哇 人生有太多不同的故事 太多不同的故事 我的心已脆 安慰去找谁 忧伤的心 谁能使他全灭 这种歌词和这些作曲的人 会帮助这世上 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的经历的陈述 好 我把这几首歌 就留在这里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之前呢 我们再把第386首 在每一个家庭中 我今天呢 请你把第一行第二行 先不要唱 你就用听的 好吗 我们把386首 在每一个家庭中 先放出来 请 第一行第一节第二节 不要唱 然后你接着再唱 在每一个家庭中 需要主的大海 若将主放在一边 家庭的受伤害 若常争吵不恒物 情谊关系必中断 如何 St. 在每一个家庭中 军事时间不记住 无论在任何环境 深刻需要安住 现实中耶稣榜样 彼此相还相付出 生命的如夏日书 能接满国之为主 在每一个家庭中 需要主的大海 多多感谢主恩典 常怜主的关怀 若不叫海童行主 若我不能见真主 生命犹如落秋夜 一瞬间即将全无 在每一个家庭中 爱信日日争夺 无事家中每一刻 为主皆生命果 爱中彼此不成仙 错事彼此要饶恕 生命如尘天来临 千言与压长满属 第四行的地方是讲到的冬天 是不是 严冬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夏日树 生命必如夏日树 然后再讲到的秋天 生命有如落秋夜 然后讲到的春天来临 新夜绿芽长满树 很特别的一首诗歌 这些作者非常非常的有恩典 我们可以来唱这个诗歌 所以你看到了在这个家庭当中 讲了很多很多的 那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小孩子在这里 就是倒数的第二行 第三行 若怎么样 不教孩童信主 若我不能见证主 生命有如 一瞬间即将全无 所以这个生命的传递 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03首 这首诗歌是 可能是新的一首的诗歌 你可以用听的 你可以轻轻地来唱 203首 《耶稣的宝雪和宫乙情》 《耶稣的宝雪和宫乙》 《耶稣的宝雪和宫乙》 如此装饭又何能比 夯首前行我心欢喜 生盼之日我无所惧 谁能知空我为不已 宝雪洗尽我的罪情 使我脱离一切罪行 祝你宝雪我身相心 在你诗恨宝座之间 你为罪人长远代仇 靠你宝雪我宁得酒 祝我相信罪人随多 若海边山沙之身后 但你一夫就输代价 万类就恨宫乙无疑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几个歌词的所谓它的这个heading 就是耶稣的宝血和公义 耶稣的宝义和宝血 天父我们求告你向你感动作者 当时的圣灵对他们的启示 启发和用你的 赐给我们的悟性写出来的这些诗歌 我们求告这位圣灵今天继续来对我们中文说话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也更能够在讨你的喜欢的这个意念上 说主啊 我们是没所喜悦的人 求你自己来成全我们的意念 祝福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跟主委把这几个字放在这个地方 稍稍地调整一下位置 耶稣的宝血和公义 和耶稣的公义和宝血 在这个当中 我们 如果说 我把我的这个准备的地方跟主委慢慢地读一下 耶稣的宝血和公义 和耶稣的公义和宝血 那 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 神的公义 就是使一个无罪的替代有罪的 这就是神的意 这些文字可能有一点点的绕口 或者你的观念不一定能够很快地能够跟得上 我慢慢地再读一次 神的公义使无罪的替代有罪的 神先发表律法 所以由公义开始来 陈述所谓的律法的一种的表达 但是我们人类做不到 所以就由耶稣上十字架 用一种爱的行动 使一个无罪的替代有罪 我们多半就停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有一个身份 就是他不单单是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在爱中来庆行 他以后也是一个审判官 耶稣要让这一个审判来完成 对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 有没有无罪开示 那个只有我们见到主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完全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而在这个当中是由律法 公义做开始 然后行进的当中是我们现今的时代 是爱 是耶稣的救赎 然后以后有审判 所以又变成一个夹心饼干 或一个三名字 我们现在是在爱中的状态 神在宽容忍耐我们 但是以后会有一个审判 这什么叫做公义 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解释 最简单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义就是你对 你没罪 没事 圣经里头呢 在诗篇的当中 你可以去找到这种平行的字 我慢慢跟大家读一下 医治是当中的一个 医治是神的义 审判是神的义 救恩是神的义 慈爱是神的义 还有神自己救世义 所以我们在这个的当中 来看这一个我们唱的这一个诗歌 叫做 在每一个家庭中 我们多半的情况会提到 我太太也在这里 我得要很诚实的跟你讲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讲公义 是讲道理吗 讲道理的时候 会不会得理不饶人呢 所以 爱就没有了 你知道我讲的事情 所以当家庭的里面 讲太多的道理的时候 就没爱 实际上爱和公义 应该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多半的情况 只喜欢讲 你看你不知道我对了吗 我在讲公义 但是公义的另外一面 就是神的爱 或者我们反过来 我一天到晚都在讲爱 但是没有公义 这也是不完整的 明不明白这个观念 你需要两个都存在 哪一个先 公义先 这是神的本质 就是爱 神的本质 就是慈爱 神的本质 就是教导 神的本质的里面 就是他自己 所以 你讲公义 你需要去提爱 你讲爱 你必须要有公义 要不然就不公平 很多的事情 在不公平的里面 你一直在强调爱 这个事情进行不下去 因为我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人生有太多的不公平的事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而呢 当我们在祭奠这一个 受难节复活节 4月几号啊 今年 7号 6号 9号 OK 我们来读一读 这一个经文 好吗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英文字 你就读英文的 你如果可以看这个中文的 你就读中文的 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把这个当中 我把这个当中 我放了几个发号的 引号的 就是来强调这几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今 请 看如今 神圣灾的命 在那里 把以外 一定显成出来 我会把 承担念自己的 救神圣灾的意 你请 念书基督 大家 给一切将近的人 并且靠谱 因为世人都犯不自 所以 你不能 跟神圣灾的 如今 圈龙 神圣灾的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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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救白 来来的 神圣灾的 神圣灾 基督 说 我还回忆 是 天天和基督的 血 见这个能性 要相显离 神的义 因为 他用 灾感的心 快让人 先是 所患的 罪 好 在基督 显离 他的义 只能知道 他自己的 评议 也真信 耶稣 的人 回忆 刚刚我们讲过 有几个 本质的 定义 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神是 慈爱 神是 救恩 神是 医治 这个在 诗篇里面 你去查 有这种 平行的字 你都可以 找到 但是我们 刚刚也讲过 意义 也包括了 什么 审判 讲到了 公平 公正 那在这样的 观念的里面 整个的 这个结合 就变成是 你需要 有这个 公义的 里面 同时 你要去 带出 爱 这个可能 就是我们 在 每一个 家庭当中 可能比较 困扰的地方 讲到了 道理 就没有 爱了 讲到了 爱 就没 道理 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 人生的一个 困扰的地方 但是神是 两者都要 顾到的 而且是 在一个 完整的里面 去做陈述的 如果一天大晚 就是道理 道理 道理 就变成 枯燥无味 但是一天大晚 都是爱 没有公义 这个当中的 不公平 不公正 就会让这个 爱破裂 因而我们 需要有 这样的一个 观念 就是 在今时 需要有 公义的观念 同时也要有 爱的 一种的 内涵 这两者都 必须兼顾着 那 请问 诸位 你们觉得 在家里头 现在开放 给诸位问说 是爱要比较 容易处理呢 还是公义 要比较处理 那我就跟诸位 这么说 对先生来讲 你要用爱多 还是 或者对 妻子来讲 是爱多 还是 公义多 这是一个范畜 第二个范畜 是对小孩子来说 是公义多呢 或者是公义先呢 还是爱先 对小孩子来说 那下面这个问题是 不能问 你家里头 在每一个家庭中 像刚刚唱的那首 春夏秋冬的诗歌吗 所以这些的诗歌 盼望 诸位能够在圣灵的里面 得到帮助 我们可能不需要去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诗歌的作者 已经经历了我们现今所在问的这个问题 以至可以帮助我们 认知公义和爱是并存的 有了神的公义之后 他也带出来的是爱 但如果我们一直在强调爱 而没有公义 我告诉诸位 这是今天我们这个世代 或者今天的教会的一个大挑战 我们多半都一直在讲爱 但我们是很少提到公义的事 公义包括神的审判 好吗 这个是刚刚跟诸位所提到的 这个义的里面的一个观念 因而 当我们回到了这两首诗歌的时候 在每一个家庭中 386首 我们再把它放出来一次 盼望诸位在这个爱的里面先进行 因为从爱的切入点是比较容易的 它是比较柔软 绿呢 公义呢 是比较硬的 那先从软的地方开始找手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软的部分之后 你要回到了另外的一面 同时并存的 就是这个意 是神的公义 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吗 你可以放心地来唱 你可以开口地 让你的情感 跟你的意念 结合在这个诗歌的当中 开口地来 学习这首诗歌 请 在每一个家庭中 需要做的大海 若将主放在一边 家庭必受伤害 若长争吵不恒物 情谊关系必中断 有如烟灯 若如烟灯不舒干 鼓励滋滋滋的眼涵 在每一个家庭中 做时间不及处 无论在任何环境 深刻需要安住 宣伤中耶稣帮羊 彼此相还相付出 生命的如下日树 能借满国之为主 在每一个家庭中 需要做的大海 多多感谢主恩典 若不叫海童行住 若我不能见真处 生命有如烟灯 一瞬间即将全无 在每一个家庭中 爱心日日暂斩夺 无事家中每一刻 为主皆生命果 爱总彼此不成真 错事彼此要饶恕 生命如春天来临 千言与亚藏满属 好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一个时间呢 暂时停在这里 愿意这些诗歌呢 都能够帮助我们 更认识我们的环境 更承认我们的处境 更在主的面前明白 我们是软弱的 以致祂愿意把 祂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 来面对这个日子的困扰 我们就停在这里